你怕黑嗎 如果把那個人丟到黑漆漆的紅椒野外 你會不會嚇到屁屁草啊 我個人其實非常的膽小又很怕黑 可是又好想要玩這款 《心靈殺手 美國惡夢》 勇敢的玩家們一起陪我來玩嘛 微軟在2010年 曾推出一款恐怖冒險遊戲《心靈殺手》 讓玩家操縱失憶的小說家艾倫韋克 在與妻子度假的旅程中 因為與妻子失散 不得不在現實與夢境交錯的虛幻世界中 靠著手上的手電筒 對抗從內心滋生的黑暗恐怖 並尋找失蹤妻子的下落 因為《心靈殺手》華麗的光影效果 讓人喘不過氣的恐懼壓力 以及如同美國電視劇的故事安排 推出後大獲好評 而日前微軟也宣布 會推出續篇《心靈殺手 美國惡夢》 讓玩家繼續挑戰更深層的黑暗恐怖 不過這一次《心靈殺手 美國惡夢》 不會推出光碟版 以網路付費下載的方式推出 喜歡恐怖遊戲的玩家 趕快磨練膽子 準備挑戰遊戲吧